不移的推进安全基础建设 大理推进优化战断管理体制 自控型班组建设 主要行车工种队伍建设 三大安全基础建设工程 抓落实求时效 那么这个呢就是安全发展 那么下面谈一下推进铁路全面发展 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 实现铁路的全面发展 要求我们必须加强铁路的民主法治建设 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 坚持全心权益 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 支持职工参与民主管理 企业生产精英中的重大事项 和关系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 必须充分听取职工群众的意见 维护职工的合法利益 那么铁路的全面发展 必须加强铁路系统的文化建设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融入铁路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 坚持不懈的用马斯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武装干部职工头脑 用社会主义融入观引领风上铁路建设的目标 凝职力量 用苦干 实干 拼命干的精神激励干劲 铁路的这个全面发展 必须进一步解决好职工的民生问题 把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 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基本利益 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发展生产 增加效益的同时 保持职工收入的持续增长 在今年全路精英形势 异常严峻的情况下 仍然保持职工收入的适度增长 铁路的全面发展 还要求不断提高职工的福利待遇 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 在认真落实三不让的基础上 不让一名铁路职工 因改革而失去工作岗位 进一步改善职工作业环境和作业安全 确保职工安全作业和身体健康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第三个大问题的第二点 那么下面我们来讲 第三个大问题的第三点 就是认真搞好学习实践活动 进一步增强 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学习理论的目的 在于自觉地以理论为指导 推动实践 通过这次学习实践活动 要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正确地认识铁路发展的形式和任务 把思想统一到不党组的战略部署上来 增强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在当前形势下 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 落实部党组的要求 围绕安全 稳定 经营这三项全年的重点工作 尽职尽责工作 同心同德 共课时间 以学习实践活动 推动各项工作 用工作成效 检验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果 那么现在呢 蓝图已经汇旧 目标已经明确 实现中国铁路现代化的责任 历史的落在我们这一代铁路人的肩上 我们正在创造历史 我们的所有奉献 努力和辉煌业绩 也必将被历史深深的铭记 让我们把自己美好未来 和铁路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把握住难得的发展机遇 为早日实现中国铁路现代化 努力奋斗 那么我的汇报呢 就到这里 有不当之处呢 欢迎大家批评指账